LedTecnology 技術 歡迎來到柏丁訪談室 今集我們仍很榮幸 有Dr.Jana為我們介紹應科員 我們現在就在 材料與構裝技術的實驗室 Dr.Jana,可否為我們 介紹一下LED照明的產品 好的 基本上我們 LedTecnology 有這個 In-Door Control System In-Door Lighting Control System 就是有分 Grupping Individual的控制 譬如我們用Group 1 Group 1就是上面 天花板的燈 可以關閉 關閉 又或者調光暗 譬如第二組的Lighting 第二組Lighting就是射在 Astria的Logo 有不同的Program 例如Cyclic Program 可以變色 也可以慢慢變色 有一隻眼色慢慢變 另一隻眼色 或者是Flash 好像Disco 而你也可以調那個速度 可以慢慢Flash 又或者很快調 又或者是變光暗 而LED燈真的很漂亮 是的 Dr.Jana 其實可不可以說一下 LED燈在背後 有什麼科技的優勢 和重點的技術 好的 LED燈背後 其實是相當複雜的科學技術 最大的問題就是散熱 因為你如果發光的時候 就會產生熱 如果太熱的時候 就會發光 影響發光的能力 所以我們的團隊 就是通過電腦模擬設計的時候 就保證它有足夠的散熱能力 第二就是光學設計 因為它射出光的時候 你就要聚焦在你所想要射到的地方 我們的光學團隊又是利用電腦模擬設計的方面 Jana 我記得第一集的時候都說過 LED照明都拿過ICT Award 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究竟憑著哪個產品拿到這個長項 我們憑著智能的路燈 就拿到2009年的ICT Award 我們這個產品就是最近幾年的研發成功的 就響應中國大陸的十成十萬盞的路燈的計劃 已經是可以開始在各大城市使用的 它的特點就是光度可以隨著外界的日光 或者晚上的光度的情形自動調節 可以產生智能和環保的效果 我想問一下 應科院在過去十年出了什麼重要的成績 過去十年來我們成功分拆出三間公司出來 他們可以獨立營運 第二就是我們和香港各界 中國大陸的工業界 和中國大陸的工業界 簽了200項技術轉移的合約 幫他們提升他們的科技水平 第三我們從十年前開始 只有幾位員工到發展到現在 已經有六百多位很高水平的科研人員 應科院未來十年有什麼目標呢 我們繼續要吸納各方面的高科技的人才 十年後希望能夠發展成為八百多 委員工的科技團隊 所以跟著提升我們公司的科研能力 尤其是在環保和智能方面 我們希望有新的突破 在此也祝願應科員的目標 會成功和業務精精日上 也感謝Dr.Jan在這一年三十 說我們介紹了應科員 很多不同的食物心和目標 我們今集合丁訪談室的時間又到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